今天还是我们的技术教学 教大家在场上如何避免你过多的跑步 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技术能力 就是我们要球拍带动身体 特别是当你的被动球 那当然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对吧 我们现在再打往前球 对吧 首先我要讲往前的好处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往前借这个球 球拍带动身体 首先有个非常好的好处 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你可以把这把尺子给量好 因为这个手子很长的 对不对 量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判断 我们上了这个球需要几步 比如说这个球没有很近往 比如说在这个线的位置 要线这个位置 你看准备 一步 看见没有 我的移动范围就很小 我在场上就省力 因为你比别人跑得少 那如果你不是人拍子 你先跑的话 你一定会多跑 这是一定的 懂不懂 首先球拍带动身体 第一个好处 在往前来说 我们可以把这把尺子量好 根据球的位置 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跑动 让我们跑动更有效 好 第二个特别是很重要的 如果被骗了 有的时候 比如说 有的时候我以为对方那个球会打那边 我的重心已经过来了 结果他打那边 我以为要打那边 如果我有身体 我是永远接不到这个球的 如果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如果我准备往那边走 往那边扔 我身拍 其实这个球 还是有旧的余地 就是往前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在做往前球处理的时候 这是第一步 一定要把球拍带动身体习惯 带动到我们的打球当中 前头 就是 8 都 organized